第二個缺點也是跟顏色有關 就是我們的前景跟背景的螢幕色偏 就是綠色跟陽紅這個色相 第二個缺點也跟顏色有關係 就是我們的前景就是我們人物的 顏色跟背景其實差距蠻大 有點像是兩個東西沒有調色調好 如果是綠幕的話我們可以前景去對 第二個缺點也是跟顏色有關 就是我們的前景可能就是人物的部分 那跟背景其實顏色差距蠻大的 就變成我們的前景可能是正常顏色 但是背景非常非常的陽紅 那這我就不知道到底後製可能調色嗎 有沒有辦法去救 應該是沒有啦 你要把每一個人都再去背 自己去RODO把每一個人那花太多時間 應該是沒有辦法 就是變成我們前面的人 跟後面的人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就是現場看是顏色差距蠻大的 那我不知道到底最後出來或是怎麼樣 他們有辦法去調整還是 是 第二個缺點也是跟顏色有關 就是我們的色彩前景跟背景的匹配 就是顏色看起來差距落差非常非常大 因為我們前景就是用我們燈光師的燈來打 那背景就是用比較陽紅的面板來打 所以我們兩個顏色其實差距蠻大的 那現場的燈光師也沒有要對背景比較陽紅的燈 他沒有去加個陽紅色片 或是怎麼樣去讓整個前景的人物跟背景 比較相符的感覺 就我不知道這個是後製可以解決嗎 還是怎麼樣 就現場看是看起來蠻糟糕的 那我不知道到底最終成品會長怎麼樣